來到了早安氣象的時間 要告訴觀眾朋友 今天的好天氣一定要好好把握了 目前我們台灣位在這風前的暖區 在西南風的吹拂之下 今天整天都會是相當溫暖的 這樣雨基本上非常的稀少 全台灣基本上 以多雲稻情的好天氣為主 那麼今天白天全台各地的溫度 比昨天還會再更高 基本上我們看到這各地 到了白天中午時分 高溫基本上都會衝破30度 今天清晨起床 感受上面還是比較涼一些 各地的低溫北部大約落在15 16度 但在中南部已經有20度上下了 在中部地區稍微比較涼 東部落在17度左右 那麼到了白天起將 會有溫暖如夏天的感覺 北部高溫來到31度 中南部甚至可以飆出33到34度 但是今天在離島地區 就稍微比較涼一些了 要零星的短暫雨 還要留意強風 就是因為在西南風增強之下呢 今天在台灣東南部的沿海空曠地區 以及離島的馬祖 要留意9到10級的強震風 氣象署發佈了陸上強風特曝 在沿海要留意比較大的風浪 我們來看到這幾天的天氣 真的如春天一樣的多變 今天呢是水氣最少的一天 這個禮拜呈現鮮暖熱 後濕冷的狀況 今天水氣最少要好好把握了 各地基本上都是多雲道晴 只有在南部地區跟離島零星的短暫雨 上午在中部以北的部分地區可能會飄點小雨 但是基本上呢都是勤勞的好天氣 但是這樣的好天氣只有維持今天這麼一天 到了明天星期三 馬上要變天了 明天這封面加上冷空氣南下 各地將會轉移我們看到持續短暫震雨的心態 又要下雨了 從明天早上開始 北部地區就會覺得冷了 將會由北而南開始降溫 到了晚上的時候 中南部地區的觀眾朋友也會開始覺得寒冷 那麼週四將會是最濕冷的一天 在整個華南雲雨帶冬雨之下 全台有雨感受上都很濕冷 北部最低溫下探11度 中南部感受上也會變冷 低溫也只有13度 這一波冷空氣將會一路影響到星期六 水氣才會變少 但是在迎風面還是會持續下雨 另外清晨也還是只有10度左右的低溫 什麼時候這氣溫慢慢回升呢 預估等到星期天 感受才會比較溫暖 所以小丁丁提醒大家 今天會是未來幾天 陽光最燦爛的一天 把握時間洗衣曬背 另外今天沿海風浪比較大 機車主要特別小心 明天要變天了 今天很像夏天 但是明天又回到冬天的感覺 提醒大家貨外套先別急著收 即將要排上用場了 我們來關心各地詳細的溫度裏面 大陸進行彈 說明天的溫度裏面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明天的溫度裏面 我們去看 謝謝大家 我們去看 我們去看 我們來看 我們去看 我們去看 那上次的眼睛 我們去看 我們來看 我們去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